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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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老師跟李老師剛剛也特別提了一下這個同時課的原由 那我也看了一下那個syllabus真的非常精彩 所以特別也echo一下謝老師剛剛提的 各位,這個通識課每一堂課,特別是兩位老師請的課作其實都是專家 那所有人後面特別都會提到很多,不管是商標的見價,商標的執行,商標的保護 那些其實都非常的專精,那請的也都是一時之選,都是最專門的專家 那裡面唯一對執行面比較不專的專家就是我 那不過我覺得也蠻好的,因為這是第一堂嘛,後來我跟謝老師稍微討論一下 第一堂我覺得本來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興趣,來看看說到底為什麼會法律界跟企業界這麼重視商標,這麼重視品牌 那不過現在看到這麼多人好像那個不需要再引起大家太多的興趣 不過我還是找了一下最近的一些資料跟最新的影片,待會跟大家看一下最新的一些影片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讓大家瞭解,因為後面 所以我看一下兩位老師的安排是非常的細心 那後面就會有一些商標法的介紹,那還有各種商標的,剛剛提到的見價,商標的執行面的部分 所以我就不會特別談論到法律面的部分,那剛剛老師也介紹過,其實我自己是 可以去可以到這一頁來,那我自己其實也是法律系畢業的,那也是可以說是各位的學長 台大法律系畢業,然後來到Berkeley,剛剛老師也介紹過 不過最主要現在大家講斜槓青年,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是斜槓中年,斜槓大叔 我現在做的事情其實大概只有30%左右是純粹跟法律有關的,那其他的大部分就是跟我們這個部門有關 那特別我們現在,剛剛如果大家有看到我的title,除了現在是微軟全球的助理法務長 那剛剛老師也提到除了台灣之外,其實我現在也蠻常跑大陸,北京上海,然後現在是負責整個GCR 最近的最新的任務是負責整個大中華區,那重點是在AI,AI大家都知道現在是技術面的 其實今天沒有機會談AI,不過我會談到一點點,那特別針對AI人工智慧這一塊的ethic 法律面跟倫理面,那我是屬於大中華區的整個AI Ethic Committee的一部分 那除了代表他做上去,那當然也會跟總部跟全球有很多的來往 那除了這個之外,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待會也會有幾張跟大家介紹 那所以我的工作,現在今天這個通識課程其實也是蠻好的一個機會 也是趁這個機會跟大家總也會提到一些,包含跟AI,包含跟科技有關 那重點就是在於說我們的品牌,那就是這個課程的重要的重點所在 那為什麼我們要講品牌,為什麼會對商標有這麼多的重視 待會有跟大家介紹,我們有一個這麼厚的,我們叫Bible 那待會會有大概的大的章節,大的重點都會跟大家介紹 為什麼企業,主要的大企業大家看到的,大家耳熟能詳的 不管是Macrosoft也好,剛剛老師也提到的AWS或Google 那大家對它的logo應該都有印象,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印象 那這個印象對產業界有什麼樣的重要性,其實就是今天 我覺得算是蠻好的一個opening,讓大家在更drill down,到更細的 商標的種類,商標的保護的方式,商標的執行,商標的建架這些 在進入這個細節之前,讓大家有一個比較high level,overall的了解 為什麼,因為看起來大家剛剛講,好像大一到大四都有 那老師也說好像,法律系的也不是特別佔多數 以後的世界其實重點就不會在於,大家都以前是講專精的,專業的人才 那後來要講T型的人才,就是說你除了一個專門的專攻,你的學業之外 你的現代的discipline之外,那你要更廣泛的接觸更多不同的area 以後都是跨領域的合作,那後來又講到拍型的人才 就是說除了,你不只是一個專精,一隻腳已經不夠了 不管是法律系或是商學院或是醫學院,你可能還要有另外一個 不管是雙組修或是你自己的有興趣的領域 那在上面當然還是要跨領域的一個學習 所以今天講了這麼多的opening,其實就是讓大家了解說 這個課程真的非常的寶貴,那我今天的目標,今天講課目標 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興趣,讓大家了解,因為大家比較沒有食物的 或是應該還沒有機會接觸到實習的職場 當然有些人可能已經有實習的機會了,待會會提到 我們也歡迎大家,我們3月份開始,我們今年的實習專案就要開始掌聲了 也歡迎大家只要再學的學生,都可以來參加我們微軟的實習 那實習的部分你接觸可能也只是業界的一小部分 那所以我今天前面主要的會跟大家解釋 什麼樣是品牌,什麼樣是品牌,它對企業的經營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為什麼企業會花這麼多的時間,一方面是行銷 行銷的費用來推廣它的品牌 那另外,從法律界或是從執行界,把外面的角度來看的話 企業花那麼多的時間去保護它的商標,保護它的一個商標價值 保護它的商標不要被別人歹入,甚至不要被別人侵權 這些都是整個智慧財產權或是未來的企業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所以今天的這個希望就是讓大家了解 為什麼商標法,雖然你越追約到到細節 我可能會覺得它非常的繁複 因為很多是操縱面、執行面的,但它非常重要 但是它的重要的重點是在於它的前提要件就是 整個商標跟品牌的價值對現金的企業來說 不管是傳統的,大家所說的傳產或是新的科技產業 其實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自己來看第二個階段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有四個building block 我們對於我們的品牌,這個品牌價值 我們有四個大的重點的focus的area 那大家商學院的可能是不是已經有修過行銷了 行銷一般講4P,後來現在覺得4P不夠了 有price、promotion、praise 那現在又發展到,又有新的多P放在裡面 現在又講到8P,加上politics跟public 當然還有person跟perception這些很多 大家很多都會看到在行銷上面其實已經不在意傳統的 就是只是做實體的通路的行銷唯一的一個行銷的一個標準 那這個行銷的概念最重要的重點也是待會我會提到的 它的重點除了要銷售特別的產品之外 現在的很重要的重點就是在於行銷或是確認企業 它在消費者跟所有的顧客 不管是B2C或是B2B 所有顧客的心目中這樣的一個品牌對它是有一定的價值 跟它會產生連接性的 那就是四個building block的部分 那很重要的重點 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一個identity building brand identity 你的品牌的一個辨識度 品牌的一個跟剛剛所講的 跟所有的客戶中間 產生的連接性的部分來看 很重要的重點 現在我們看到也是thoritarian 就是要把你的品牌後面要有一個故事 那你的品牌代表著它的最重要的mission是什麼 它的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帶給大家除了看到這個品牌 你會想到它也許是科技公司 也許是服務公司 也許是retail公司之外 你會想到它的公司的後面的價值是什麼 它的value 那中間產生連接性 所以故事性其實是很重要的 現在這位企業的品牌的經營來看 所以會花多點時間 特別就是最近我們一直也在宣導 或者也希望更多的人 能夠一起加入我們一個 我們叫數位轉型 digital transformation 的一個process 那待會就這邊會跟大家稍微 多花一點時間介紹微軟的故事 微軟的數位轉型的故事 讓它對我們的品牌價值 會有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那最後就是剛剛講了這麼多 實際的執行面 最後當然還是要提一點 除了比較上位的 剛剛提到的品牌價值 品牌的它的這個 對企業的意義之外 最後會提到一些實際的執行面 那這個部分 可能謝謝大家剛剛 謝老師提到的 會洩漏一點點我們的營業秘密 特別把我們的那個bible 我們的那個商標 商標的這個聖經 或是我們商標的這個guide line 特別有截圖了 截了幾個重要的重點 不過細節沒有提到 細節我嘴巴上可能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但是從他們的整個outline 剛才大家介紹的 它的整個的 算是大綱的部分 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如果真的要做到很細的 商標保護 或者商標的一個經營 它的策略的話 它其實現在到非常多不同的面向 那最後就為大家介紹一下 好 我們快就這個大家就很快看一下 有重點就是斜槓終年 斜槓大叔 除了LEGO之外 現在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包含最近剛剛所講的AI之外 另外一個最新的就是也幫忙 林茵 林茵在台灣設立了它的分公司 目前是林茵這邊的這個台灣的負責人 那除了剛剛我自己的一些background之外 那另外最常聽到的 現在在外面也常常到這個大學裡面演講 那特別很多法律系的 有機會跟法律系的同學討論的時候 他們都會常常問說 那到底你為什麼不是走傳統的路線 為什麼不是在法律事務所 或是自己職業 或是在法官檢察官的這樣的一個司法體系 那到底在inhouse裡面 今天所講的全部都是跟企業的經營有關的 到底在企業裡面的inhouse 跟一般的外面的職業律師 其實當然法官檢察官司法官的那個體系 當然是另外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他們是屬於代表國家的公務機關 那是執行公務 然後不然檢察官重點就是要抓壞人 要來起訴 那法官當然是在比較司法獨立的立場 來判斷這樣的一個案件 最後的一個是非驅持 那職業律師跟inhouse其實他的性質是有點像的 但是中間實際的我們講RNR 其實也有蠻大的一個差別 所以這花一點時間跟大家介紹一下 給法律系的同學做參考 也給各位非法律系的 現在其實很多斜槓嘛 所以很多 最近我們常碰到很多是工學院或理學院 畢業的同學畢業之後再去進修然後念法律系 最後他也出來也變成職業的律師 然後他的後面的這些理工的背景 對於現在的特別是Pattern的部分 對於知識會才安全的部分其實也有蠻大的幫助 所以給大家這個參考 大家可能還不太清楚 到底職業律師跟inhouse有什麼差別 所以這邊特別拿了一個 這次之前商學院的一個組織學上面的一個 也是蠻有名的七大組織的基本構型 那一般來說的話 在事務所裡面 職業律師大概就是 事務所啊 會計師事務所啊 或是其他的專業的 顧問公司 其實大概都是專業型的組織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那這裡面很重要的 就是每一個律師 每個職業律師或是會計師 他是直接 我們講企業的經營 他就是一個profit center 他是來賺錢的 大家在學校裡面 聽起來覺得好像有點事快 這個賺錢 但是不要忘了 企業的經營 最重要的重點 他的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賺錢 大家現在覺得說 賺錢好像有點 這個銅湊位有點高 但是 如果一個企業沒有辦法賺錢的話 他又沒有辦法維持 沒有辦法維持的話 所有其他的 之後再要講到的 整個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公司內部的治理 完全就沒有辦法達到了 所以 要先確立一個觀念 如果你以後 除非你要進到公務機構 公務體系 公務體系當然它不是以賺錢 它是以服務 整個的國家社會 服務人民為它主要的目的 那企業的 特別是上市公司 你會發現說 在公司內部其實很重要的KPI 就是你這樣的一個 這個 組織到底能不能賺錢 那所以 從律師跟 這個 法律事務所 這些專業組織來看的話 每個律師本身 他就是一個profit center 他就是來賺錢的 來負責為 事務所 帶來生意 然後負責 其實某程度上 現在很多的 大家如果看新聞上 很多大的 律師事務所 或會計師事務所的 比較senior的 資深的partner 他們其實已經做的 不只是 傳統的會計師 跟律師的工作 還有很多一大塊 其實是做 剛剛講的 企業形象 或是企業的行銷 他也有很大的目的 是希望能夠 操攬更多的生意 那這個是專業組織 但是在公司內部 就是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看這邊 是他們提到的 稍微解釋一下 Strategic Apex 就是公司的決策階層 比如說董事會 或者是這個公司的 大家比較常聽到的 董事長啊 總經理這個階層 那當然中間 還會有一個 Middle Line的部分 Middle Line的部分 就是中間的這個 資訊階段 比如說很多的 不同的我們講 BU 或是這個比較是 商業上的 Business Unit 或是Business Group 或者是不同的 公司內部的 我們講 產銷研發財 就是大概是中間這一塊 不管是生產 行銷 研發 人資 可能其他的 或者是會計財務 這部分 那這個都會 就這個都比較屬於這一塊 Middle Line裡面 當然有很多分 各種不同的 這個商業組織 各種不同的產品線 後面也會 還會有一張 跟大家解釋一下 微軟目前主要的產品線 所以主要產品線 那就是這些 這些都是屬於公司內部 主要的生產的重要的來源 那 In-house In-house的部分 就主要會是一個 Technical structure的部分 在這裡 它是很重要的 應該我們要把它定位成 是一個整個的 課程階級裡面的 首席幕僚 就是說你要有 在公司的 In-house的 最主要的任務就是 要幫助公司 一方面 能夠處理很多 大家比較 傳統上認為的一些 合約或是其他的法律上的訴訟 但很重要一點 就是要防患未來 或者說在 從整個公司的 structure裡面 從一個產品 或者服務 從研發開始 一直到 這個產品的設計 一直到 go to market 一直到行銷 一直到銷售完之後的 這個銷售 當然也是很重要的重點 產品跟服務 那一直到銷售之後的 那個after sales的service 這些所有的部分 中間都要能夠為公司 這個未雨重磨 能夠先設計它一個 structure 能夠避免可能產生的 法律上的紛爭 或法律上的問題 所以就是 首席的 應該要自我的這樣的一個體認 當然很多 台灣還比較有些傳傳的公司 我還好 現在剛剛謝老師也介紹 我在 做In-house 已經來今年是第18年了 那當然前面我還有在 Lowfront做過 所以加起來 不要加起來 好像透露我的年齡 那anyway 那個中間很多的 這個 還是之前 剛進來做In-house 台灣還是很多 比較傳統的傳產的公司 現在還是有一些 公司 他把公司的法務部門 其實放在 會計部門 或者是 我們講這個 公司的 總管理處下面 他們認為法務部門 可能只是做公司的 我們叫AR 吹帳的部分 只是把公司的 應收帳款把它吹回來 那其他事情就 跟法律 他們都覺得說 法律其實都 蠻麻煩的 蠻複雜的 盡量不要跟法務產生關係 那這個就 不是一個現代化的 真的有 競爭力的現代公司 他的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struture 我們認為 比較好的struture應該是 一定是 公司的首席的幕僚 你應該能夠直接 跟公司的決策階層 不管是 總經理 董事長 或是直接 甚至像上市公司的話 很多的情況 都要直接在董事會裡面 做列席 那不只是 被動的 諮詢等等 可能還要主動的 做一些報告 當然還有一些 傳統的法律事務 好 這個就是主要的 差別點 跟在律師訴訟 律師訴訟裡面 當然就是很基本的 你接案子 然後或是有一些 不管是顧問的案件 或是訴訟的案件 那有案件 你就隨意為客戶 它基本上 就比較是一個 很標準的 服務性的一個 的工作 專業的服務 那這邊就是 職業律師的 跟in-house的工作範圍 大家看一下 傳統的法律事務 那這是剛剛提到的 合約授權文件 那另外一關的 transaction的 談判協調 那另外訴訟的 不管是民行事 那或者還包含 在接下來的課程裡面 你們會看到 有很多的關於 知識財產權的管理 包含商標的申請 或者是其他的 這個商標的 徵送的部分 這個都是 不管是in-house 或者是職業律師 應該都會處理到的 那另外還有 公共事務的部分 這個部分就 可能是 一般傳統的律師 比較不會做 比較少參與的 包含公司內部的 一定要非常了解 整個公司的 我們講Code 核心的競爭價值 它的R&D 我們講 它是一個circle 一個 投入投資在R&D 那它R&D research之後 研發之後 就會產生 智慧財產權 智慧財產權之後 就能夠轉換成 變成有價的 之後大家會 學到的 商標權的建價 或者很多 智慧財產權的建價 它會產生 對IPR本身 就會有一定的價值 那對IPR本身之外 它能夠幫助公司 大家有看到很多的 在品牌價值方面 商標上面會幫助公司 增加多少的價值 就是智慧財產權的管理 那另外像法令政策 那公益活動 跟社會服務 這個也就是 我現在也花蠻多的時間 在Policy的部分 比如說很多的 例如說智慧財產權的 法令的改變 商標權 或者是 這個著作權的 一些修改 修法 會對業界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這個有需要的時候 如果有影響的話 通常一定會有影響的話 那我們就透過什麼 什麼樣的方式 透過公協會 或是直接跟主管機關 做一個溝通協調 那另外像公益活動 待會也會有幾張跟大家介紹 我自己現在本身也是負責 微軟在台灣的 很多的CSR的活動 發生很多跟在座的各位 一些相關的 跟年輕人 你們未來的職業發展 有關的職業活動 都是屬於 在法務長裡面的 Inhouse裡面 可能會做到的 那後面還有這一整塊 也是 我們講 一般的傳統職業律師 比較不會做到的 比較不會接觸到的 比如說公司治理的部分 另外像跟其他企業組織的互動 特別是像跨國性的公司 跟總部的來往 跟regional 跟亞洲區總部的 這些溝通 這個協調 都是中間很大一塊 那這些 跟今天的課程 有什麼關係 重點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不管是 智慧權差異權的管理 不管是公司治理 這些其實最終的重點 都會跟今天的主題其實相關 還是跟公司的品牌 跟公司的品牌價值 你的公司如果自己本身 對自己的商標管理 不是做得很好的話 你的商標隨便別人用 或是你自己公司 內部的同事 外部 你受到侵權 你不去處理 那內部 很多的同事隨便用你的商標 把它隨便 轉換一個顏色 轉換一個字型 那這個商標 欠缺它的一致性 欠缺它的連結性的話 對公司的品牌價值 都會有影響 那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是公司治理的部分 公司本身 剛講的 不管是現在講的 行銷的 傳統的4P 加上現在新的8P裡面 有一個 這個新的P 就是Public 跟Politics 那這個 這個都是跟 公司內部的經營管理 你的品牌的形象 你如果公司 比如說有一些 這個醜聞 有一些 像之前大家應該 比較耳熟能想的 像 Volkswagen 武士汽車 之前的那個 碳排放量 或是它的這個 數據的部分 它前一陣子 好像是Toyota吧 好像也發生類似的 這樣的醜聞 所以它的資料有造假 那或者是更 更嚴重的話 它可能牽涉到一些 這個 賄弱 或是一些 Anticorruption的問題的話 對公司的品牌價值 都會產生 直接的負面影響 那 轉換下來 對公司的 剛剛 下次也提到了 我們公司最近的 市值的部分 對公司整個的 價值跟未來的經營的 這個策略 其實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所以這些都跟 品牌價值有關了 那所以 剛剛 算是 很 general的 跟大家介紹一下 品牌價值 對公司還有在 這個 算是 in-house的部分 公司內部的管理它的重要性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 放兩段影片了 這是最新的 一個是 算是 今年的 應該是去年 2018年的 Christmas 那另外一個是最新的 我們在 上個禮拜 前兩個禮拜 上個月 大家知道 美國最熱門的 體育活動 是Super Bowl 超級杯 超級杯每年 它的中間的廣告 都是全 美國每年最貴的時段 所以它的廣告 一定是最精華的 那每年都會 大家會看一下 到底哪些公司 在中間能夠搶到好的時段 另外它的廣告的內容 是不是能吸引人 我們來看這兩段的廣告 大家看完之後 來 稍微想像 你對這樣的一個 這個 Message 這樣的一個訊息 這樣的一個 內容 跟公司的企業 跟品牌形象 你覺得有什麼關係 You gotta see this Oh We couldn't do it We couldn't do it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He's gonna do it 的 其實是有連貫性的,這是去年的Christmas Christmas holiday 假期也是很多商品熱銷 它中間賣的商品,大家可以看出來是X-BUS 但是X-BUS其實只是 Microsoft 產品裡面的一塊 不能說一小塊,每個產品都很重要 它也是很重要的一塊 但是它後面傳遞的訊息跟品牌價值的連結性 其實不在於賣這個產品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新的X-BUS Adaptive Controller 這是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大家如果有玩過GAM的 是應該很多年輕的同學都玩過GAM 大家傳統的GAM的Controller就是一個搖桿 這是第一家公司開始想到像Oven 這樣一個很特殊的小孩 它跟我們一般人不一樣 大家都是有健全的雙手,有十隻手指 但是大家沒有想過,如果你只有一隻手 如果你的手指不是十隻 那你要跟其他的你的同儕好朋友一起玩GAM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你被disadvantage了 你中間很多,你沒有辦法跟其他人一起 有這麼好的一個操控性 那這是第一個公司想到這樣的一個做法 新開發這樣的一個,不管他的手的操控性 都能夠使用的一個adaptive 那這是Christmas的時候 大家看一下在上個月的一個後續的連結的另外一個SUPERBOARD的廣告 我的名字是Grober 我的名字是Ian 我的名字是Ian 我的名字是Taylor 我的名字是Oven 我沒有想過,我會不會讓你操控性 你平常的操控性 What I like about the Adaptive Controller is that now everyone can play I don't even have to look at the controller and just look at the screen like hey You never want your kid to feel like an outsider or an other One of the biggest fears early on is I will only be viewed by the other kids He's not different when he plays It's a little challenging but that's the whole point of view I can hit the buttons just as fast as they can And I think I can crash my friends No matter how their body is or how fast you are They can play It's a really good thing to have in this world Yeah, so this is the last one The first video in Christmas holiday is Oven 除了Oven之外,Oven在裡面當然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大家可以比較清楚看到他是九歲半 然後他的腦海裡面講的是Videogame,Videogame,Videogame 那跟他周遭同儕的朋友也是很主要的一個溝通或來往的一個他們講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Social Network 所以KeyMessage是剛剛最後的 When everybody plan,play we all win 重點就是 回到這個品牌價值跟他的品牌帶來的意義 重點就是前面的這樣的一個Message 其實是直接的連結我們的現在最重要的 也是我們在數位轉型之後 我們新的執行長Satia上任之後 新的公司的願景MISU 就是Empower every person and every organization on the planet to achieve more 那當然下面還有很多 為了達到這樣的一個公司的願景有各種不同的Strategy 上面這張有一個中文的讓大家更容易理解 那使命就是要達到公司的使命 這些所有的剛剛看到的不管是廣告或是行銷 那待會跟大家介紹的我們很多的行銷的 Bible上面強調的重點 其實都跟這個使命是有直接的連結 直接的切合的 那這也是一個公司品牌經營的一個重點 就是你的所有的Message 你的所有的行銷 你所有的包含你的商標 你的品牌上面的保護的重點 都要跟你公司的願景 跟你公司你選要有連接性 它不能夠太發散 如果太發散的話其實就會讓很多人 這之後大家會聽到很多 比如說講到商標的Tramer Dilution 商標的這個稀釋性 你可能會自己本身如果沒有保護好你的商標 當然會產生商標稀釋性 但是你如果使用商標的行銷的方式上面 沒有跟你公司的主要的商業的目的 商業的使命 你的公司更大的使命 跟商業上的策略做一個連結性的話 它的品牌性跟商標的價值 某程度上也就會受到負面的影響 所以大家看到我們的策略 這個待會跟大家介紹 其實現在也一個 前幾個月也有一個最新的 最新的一個稍微小的修正 現在是一個行動優先 跟雲端至上的時代 待會都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代表的意義 所以我們的願景分三大塊 剛講的BU或BC 現在全微軟 它也是主要重視的 就是這三大個重要的重點 產力 簡單來說就是大家之前 常常使用的 我希望大家還是常常使用的 Office 現在Office已經是雲端版 我們現在是O365 所以很多的 包含AI的技術 都直接跟雲端做一個連結 另外Cloud 當然是大家應該都會選擇一下 所有的AI 它背後的重點 其實都在跟雲端的技術 跟它的這個 Big Data 的儲存 它創造更個人化的運算 就是除了傳統的 Windows 之外 那當然還有很多不同的Device 包含剛剛在這個廣告影片裡面看到的 Xbox的Adapter 這個都是更個人化的運算方式 那Culture 的部分 我們強調的是Gross Mindset 就是要Customer Obsession 以客戶為中心 這個 這個中文翻的是比較中規中矩 我們在內部討論的時候 什麼叫Customer Obsession 其實我們在講這另外一個 比較文青的講法是叫客戶痴迷 我們現在要針對客戶 包括在座的各位也都是我們的客戶 我們要對著 暴時對你們痴迷的態度 來希望能夠提供更好的服務 那另外當然是 Make a difference 其實英文是Make a difference 好 剛剛講到 品牌的價值 品牌的保護 那跟公司的市值 當然有關係 這剛剛 謝老師也稍微提到了 這個之前大家最近看到的 那這個是過去20年來 先別人唱這個機會 讓大家看一下 過去 這從2017 其實已經有點 奧得對的 現在已經2019 那從 不過這個是找到 從1997年 過去20年中間 全世界前五大市值的公司 那大家看得出來 其實這中間唯一 有一家是在這個 20年中全部都是在前五名的 就是Microsoft 之前的商標是這樣子 現在的商標其實已經有改過了 待會跟大家講一下 那 商標眼鏡的 它的背後的一個原因 那 1997年 到2017年 那其實 最新的資料 大家如果有興趣看一下 那個Wall Street的 一些相關的資料的話 我們在2018年 去年年底 一直到現在 跟 我前兩天稍微看一下 我們的股價 跟整個的這個市值 來看的話 我們應該都還是排在全球第一 其實 2018年的12月 我們就已經超越 Apple跟 跟AWS 那現在 上上下下 現在其實這三家 Apple跟 Microsoft跟 AWS 跟Amazon 其實這三家都是 因為股價 上下下會跳動 大概都是在 在庫征第一名的狀況之下 那 今天我看到 我們應該還是 至少有這個 八百多 八百 一十億左右的這個市值 那應該 上禮拜來看還是 目前還是全世界第一名 那這個就是 在保護品牌的價值之下 那當然在智慧財產權的 是一個Code 一個中間的 我們講 competitive advantage 就是競爭的優勢 那 所以 之所以能夠維持這樣的一個 市值 除了不單是創新之外 那另外 數位轉型 那待會 會跟大家 比較多花時間來介紹 那另外 整個的品牌形象 跟商標的保護 其實在中間也是扮演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為什麼 品牌 或是商標的保護 它能夠為企業帶來 對企業來說這麼重要 能夠為企業本身的 core value 加分之外 為它的整個的 這個商業行為都能夠加分 這邊有幾個不同的角度來看 第一個是 它能夠增加最基本的 剛剛講的 特別是上市公司 最基本的目的 公司存在的 最終的價值就是你要能夠賺錢 你要能夠 make profit 你要至少能夠自己自足之外 你才能夠有這樣的一個 profit margin 去投資再研發 才會有更多的 這個創新的產品跟服務 這個部分 在品牌價值的部分 品牌價值越高 大家看到它這個曲線 就會再往上調 就會讓更多的 更多的消費者 更多的人的注意 看到這個品牌之後 或者說想要買 比如說剛剛的這個 這個S Plus的例子 想要買一個這個 這個 Video Game 的時候 它除了其他的很多的 好的競爭者 Nintendo 或 Sony 之外 也會直接會想到 Microsoft的S Plus 這個就是 會讓更多的 revenue 能夠進到公司裡面來 另外 能夠增加 Retention 跟 Loyalty 這是真的客戶的角度 你的品牌價值越高的話 它就越能夠 這個這兩個的曲線 其實代表 一般如果你的品牌價值不夠高的話 一個新的客戶 一開始 客戶一般來說 客戶一般來說 人都是喜歡嘗鮮的 人家寫新研究 一個新的產品推出來 大家很喜歡去用 那比如說 舉Evo做例子好了 它的iPhone 每次每隔幾年 就會出一個新的版本 新的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 很多人搶著去排隊 那你當它的新的產品 當然你如果注意的話 它的新的產品 比如說iPhone X 出來的時候 它的 之前的前的版本 iPhone 8 大概就已經發人問驚了 可能市場上就會開始 降價促銷 如果還沒有賣出去的話 所以這個就是新的產品 它對於吸引消費者的 它是有一定的時間性的 我們講爽位期限也好 或是它的一定的吸引期間 但是如果你的品牌價值夠高的話 客戶要的 不會看到就不只是這個 產品本身 而是這個產品 背後所帶來的價值 它就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曲線 更拉高一點 讓客戶 讓客戶 喪失新鮮感 喪失它的興趣的 這樣的一個時間 能夠拉長 而且能夠繼續維持它的 我們講Royalty 客戶的忠誠度 這個就是LTP 其實是Life Time Value 你帶給顧客 是終身性的 他一生都覺得說 使用你的產品 這個舊版的產品 如果已經不能夠再使用 不出使用的話 它還會很希望能夠 針對這個品牌 它有這個忠誠度 繼續來追尋它的下一個 不同時代的產品 另外更重要的一個重點 除了增加企業的正面來看 增加它的revenue 增加它的客戶的黏著氣 第三個重點 企業經驗本身很重要的重點 是要怎麼樣能夠cost down 能夠降低你的operation的cost 那這部分其實 很多的臺灣廠商也很 特別是硬體的製造 我們都講的 非常厲害是cost down 但是某程度上來看 從傳統的製造業的角度來看 從傳統的manufacture的cost down 其實很多的情況之下 反而背後可能會犧牲掉品牌價值 因為你可能會用比較便宜的零件 你可能中間的生產流程 中間它的品管 可能你不需要cost down 你就減少中間的這個品管的流程 那這邊講到的cost down 是比較正面性的 從品牌價值的角度來看 你有一個很好的品牌價值 品牌A Grain A 那你當你要延伸到不同的 你的產品線要延伸到 比如說我們傳統來說 大家都覺得我們是做software 你從Sophia延伸到 剛剛影片裡面看到的Xbox的時候 不同的品牌 但是如果你的品牌價值 後面的 上面大家看到的 想到的都是 Microsoft這樣的一個品牌 它對它來說是有價值 是有一定的這個中程度的話 它從品牌A 從一種生產線 一種產品跨足到另外一個 產品線的時候 它中間 所需要投資的這個 不管是行銷 或是產品上面銷售的 這樣的一個成本都會大幅降低 所以從這三個角度 從增加revenue 降低它的這個成本 增加客戶黏糯度的角度來看的話 品牌的價值對現在的 企業者來說的話 是扮演一個非常quickle 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這邊就提到了 剛剛跟大家所講的 除了一般行銷上面講的 4P 或是到現在的8P 我們很重要的重點 待會跟各位介紹 最後的 Bible 裡面的重點 其實大概就是分成這四大塊 一個是 Branding as meaning 一個是Branding as asset Brand as identity 最後是Brand as experiences 那最後如果這四大塊 都能夠做到很好的話 最後就能夠增加整個 business growth 它的最終目的 但是希望能夠增加企業本身 它的這個獲利率 就是剛剛前面都講的 增加revenue 降低成本 然後增加客戶的黏糯度 那這邊提到的 mini 其實就是 這個品牌到底對你有什麼意義 大家可以想一下 剛剛前面看到那兩個 很重要的 message 很重要的影片 這兩個影片帶給你什麼樣的想法 帶給你什麼樣的意義 這個品牌 你覺得從這個影片裡面 傳遞的訊息是什麼 那我看到的其實是 它雖然廣告的是Xbox 它背後的意義是代表說 我們不放棄任何一個人 我們是就是 empower 每一個人 雖然大家覺得自己的生活裡面 可能覺得沒有太多的這個 不會想到說有一些不方便的 身上的人士他們怎麼樣來 使用這樣一個產品 但是我們沒想到 我們希望讓每個人 能夠 empower每個人 包含剛剛所看到的 雙手不方便的 每個小朋友都都很方便的 很容易的 使用到這樣的一個服務 使用到這樣的一個服務 使用到這樣的產品 那另外 它當然是以人 剛剛一直強調的 我剛剛講的過程裡面 一直重視的都是人 所以是回到以人為本 人為中心 那另外 品牌當然是我們的 assets 是我們的很重要的資產 就牽涉到剛剛 最後就跟大家提到的 整個的 很厚厚的 Bible 裡面我們要怎麼來保護我們的商標 上面要使用 包含它的顏色 包含它的一個位置 包含它的字型 其實都有一定的規範 那這個 如果不知道 我剛剛沒有解釋這麼多 大家覺得說很麻煩 這是不是公司內部的管理人員 閒著沒事幹 規定了這麼多的guidline 規定了這麼多的入我 那公司內部來使用 那很多 常常我們會聽到 很多行銷人員會覺得說 太多的框框 太多的這樣的一個入我 其實會限縮到他們的一個創意 但是某種路上來看 大家也會知道說 為什麼 待會跟大家解釋 這個重點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做 這麼多的規範的保護 就是希望它的一個 其實也是一個 identity 它的識別性 它跟顧客看到的 看到這樣的一個商標 它能夠馬上想到前面的 它的迷你 它對它產生的意義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 重點的辨識性 所以如果沒有做很好的保護 的話 這個辨識性就會上市 少掉了一個角 那最後 品牌 它也是一個使用的經驗 那也希望說 除了產品跟服務本身要夠好之外 讓實際的使用經驗更好之外 那另外 你看到這樣的商標 看到這個品牌 你的經驗 可能就會回想起來 你 不管是實際使用的經驗 或是其他人使用的經驗 會對你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最近大家看到 其實有很多就是希望 盡量的simplicity 我們講簡化 畫範圍簡 現在我們的生活已經夠複雜了 所以說希望整個的商標 整個的品牌的這個 給人的經驗帶來 會是比較簡單的 比較簡潔的 然後能夠讓你一眼看到 就會直接 產生一個聯想性的 而不要有太多 不同的 我們講 dylution 或是不同的destruction 那就是剛剛所講的 目前 從微軟的角度 品牌的經營的四個重要的Pillar 那 有這麼重要的Pillar之後 那當然中間會有很多 整個的key的 最重要的一個 perception 我們講它的 對看到的品牌之後 你的產生的一個概念 或產生的想法 那中間當然是希望整個的設計 整個的品牌 跟整個商標上面 帶來的這個價值 或剛剛所講的mini 或它的identity 它的連結性 就希望能夠帶給大家 一個是innovation 很重要的創新 那跟大家是 跟每個人 跟他講到以人為本 跟每個人 極其相關 跟你自己本身 也是relevance 也極其相關 那enjoy 也是很喜歡的 很enjoy 這個使用的經驗 那當然 要是這個 doing right 就是do 我們也很重視的就是 人 人的使用 people in action 就是在行動 行動派的這樣的人 他的一個動作 那brand 那最後就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訊息的表達 當然要配合到後面的很好的產品和服務 就會產生一個連結器 那大家看到這樣的一個brand 看到這樣的商標 看到這樣的品牌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love 從一開始的 people need it 我們講有三個階段 一個是 顧客需要 需要使用這樣的產品和服務 那要把它進升成 除了從需要之外 把它進升成第二個階段 其實是wounded 他自己本身想要 我們講有一個是需要 一個是想要 這兩個其實重點 差別蠻大的 其實從第一階段進到第二階段 其實需要蠻大的一個effort 那我們現在更 aggressive 希望進到第三個階段 是love it 我們的customer 他從need it 到wounded 一直要到love it 這個中間是進到非常 耗煩的 或非常複雜的一個品牌經營的一個策略 才能夠達到最終的這個目的 所以這邊就是key outcome 如果能真的能夠達到這個品牌經營的最終的目的 讓所有的顧客都能夠love it的話 那自然就會產生很好的結果 就是likehood recommend 就是說你會自己主動 跟你的周遭的親朋好友 來推薦這樣的一個品牌 那你也會對這個品牌更高的一個喜好度 要當brand 品牌的它的momentum 品牌它的價值 品牌它產生的 我們講的這個後續的這些 不管是銷售或是認知上的一個momentum就會產生出來了 所以intreat to try new product service from Microsoft 最後的key outcome 就是不管客戶的黏著度的部分的部分 不管你有沒有使用過這樣的一個新產品 你只要看到 就只要看到macbook有一個新的服務 或新的產品出來 都會創造很多的興趣 想要來試用 想要來使用 這個就是整個的key outcome 在品牌經營上面 從macbook角度 我們覺得說做到很多的商標的保護 做到很多的這個連結性之後 能夠達到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就是品牌價值 這個是最新的 剛剛謝老師也提到 不過不同的這個研究機構 它其實有不同的那個 我們叫methodology 不同的一個分析的方式 所以那個謝老師剛剛提到的是第四名 那在我們中間看到我們是forbes 那個forbes 它其實它的這個健將 或者它的這個品牌價值 它是排到全世界第三名 那不管怎麼樣 這個其實都有不同的一個index 那基本上做參考 但是它的背後帶來的意義 就是說經過這幾年的 我們講數位的轉型之後 其實我們的品牌價值還是一直在成長 大家看到 從不同的一個這個研究報告裡面 都是成長都是以 雙位數的這個這個幅度 反比來做成長 那我們用forbes來看的話 它現在其實整個的品牌價值 已經有到104個 將近105個billion的這個品牌價值 那這個是forbes的比較詳細的 讓大家看一下 第一名當然還是Apple 那第二名就是Google 那第三名就是Milesoft 第四個是Facebook 那Amazon在forbes 在2018年的 它是2018年的Ranking 它就是排到第五名 那這些都是可以做一個參考的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也給大家一個提醒 大家看到 你們看到很有趣的 這個 產業的分類 前五名全部都是technology 都是科技公司 這也是某程度上代表說 現在的數位轉型其實已經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所有的公司 它的品牌價值跟它的獲利性 其實這五家公司 這邊提到的是 這邊是市值 對不起 剛剛前一張提到的是品牌價值 這張是市值的部分 這個是2018年的total的市值 是forbes的市值的部分 前面的其實也是品牌價值的部分 也是也蠻類似的 所以不管是品牌價值 或公司的整個的市值來看的話 現在整個的都是朝數位化 然後比較年輕化 那比較是屬於這個科技帶頭的 所以在整個數位轉型之下 待會我又跟大家介紹 以後我們會覺得說 再過三到五年 可能不會有科技公司這樣一個分類的 所有的公司 其實背後都是必須要借助Data 必須要借助technology 所有的公司以後都會是軟體公司 這是另外一個業界看到的未來的趨勢 跟大家分享的 那另外我們的產品 跟我們的這個brand 其實剛剛那一張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剛剛那一張的一個總和 我們的這個品牌價值 跟整個商標上面的這個保護 做得越好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善的循環 而且是一個無限的循環 跟產品中間的都會產生一個正面的 一個往上push的力量 最後讓大家看一下我們的 整個的產品線 那這是剛剛所提到的 最重要的產品 其實基本的 市面上看到的產品大概分這幾大塊 那剛剛也看到其實 出分來看的話是三大塊 雲端 個人的這個電腦運算的使用的經驗 跟Planativity的部分 那最上面其實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未來的大方向跟整個 這些上面的strategic initiative 這個策略性的方向其實就跟實際使用的產品跟服務其實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實際的產品跟服務 在上面其實是更上位性的 那某種程度上來看它其實就是在創造品牌價值 比如說我們的AI 其實我們並沒有一個產品叫做AI 但是我們的雲端服務上面後面其實有很多 已經是open API的部分 很多AI的solution包含 我們叫cognitive service 你的臉部辨識你的聲音的辨識你的這個 這個線上的翻譯 它後面其實都是整個AI的技術的展現 那比如說我們在education 教育上面 它也會提到很多 真正的年輕人的部分 那另外像quantum 量子電腦 這個大家如果是屬於理工科的話 應該也會 應該不陌生 在未來三到五年 我們覺得量子電腦會很重要的 整個不只是科技業 不只是改變科技業 整個的服務模式 整個的生產線 整個的這個 特別是AI的部分 可能都會大大大大幅度改變 那還有一個完全跟產品 跟revenue沒有直接關係的 finetrophy 就是工藝 工藝活動的部分 上面這四大塊其實 嚴格來說 都不是賺錢的事業 都不是賺錢的事情 都是花錢的事情 但是 從那個角度來看 它是值得投資的 它是策略性的 能夠大幅的提升我們的品牌價值 能夠直接的 像剛剛大家看到的那個 無線循環的 線的循環 能夠幫助實際的產品面的部分 那當然下面還有一些relationship 就是直接跟客戶相關的 你的在Microsoft裡面 設計的account 在Microsoft store 在北美之下 已經很多 我們的直銀的店 那包含在 你在使用的產品 使用的服務 能夠收到的入握 跟後面的 售後服務的部分 這個都是屬於比較 直接第一線 跟產品 跟服務使用經驗有關的 那重點就是 讓大家看到 這是一個 一整串的 從上到下 都是有經過 很策略性的一個考慮的 除了實際的產品 一般的公司可能是考慮到 實際的產品跟服務 怎麼樣能夠增加 它的這個產品的 品牌價值 但是從 微軟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更高層次的 更high level的 從策略性的 從下面的 實際的使用經驗的部分 其實這個整個都是一個 我們講 ecosystem 也好 一個產業鏈 公司內部就是一個 產業鏈 怎麼樣能夠 最終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夠 提升整個的 Microsoft的這個品牌價值 那這部分就是後面 待會會跟大家 比較詳細的介紹 所以 我們的品牌的辨識度 怎麼樣能夠保護 品牌的辨識度 不管是 它的這個 用Microsoft做例子 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商標 它的顏色 它的字型 它的Grid 這個叫它格線 它的放的方式 那包含它的整個的照片 整個的 或是用圖形化的方式 聲音 所有的這些 都是息息相關的 都有一個很詳細的規範 希望能夠有 一致性的 一個使用的經驗 那另外 Voice 包含剛剛 大家都還記得 那兩個廣告 那兩個影片裡面 所傳遞出來的訊息 我們的Voice 就是我們怎麼樣 Ride Speak 包含我們的文案 包含很多商標上面的 產品的說明 包含剛剛所看到的 整個的 廣告行銷的內容 都希望是能夠傳達一個 Warm and Relaxed 然後 而且是Crisp and Clear 而且是Ready to Land a Hand 就是它是一個 溫暖的 而且是讓 大家看到能夠 Relax的使用 而且非常清楚 Deliver的訊息 應該是非常清楚 Crisp 像水晶像一樣 這樣清楚 那 Ready to Land a Hand 就是我們是隨時都願意幫忙 隨時都希望能夠 幫助你 幫助客戶 能夠達到 我們講 Empower AV Individual 都能夠貢獻更多 成就更大 那接下來就是 很多的 不同的重點 最後的 Delivered Message 很重要就是一個 Authentic Storytelling 就是要很 很誠意的 很誠心的 告訴大家一個故事 從這個故事裡面 能夠保護到公司的品牌 能夠 不只是保護 其實更加能夠增進公司的品牌價值 所以 大家如果仔細看的話 我們現在所有的 這個 不管是行銷的產品 或是產品的目錄 上面直接跟 客戶直接對應的 這些Message裡面 其實都會看到人 都會有人 我們是希望都是 回歸到剛剛一直強調的 以人為本 People-centric 人是最重要的一個 能夠 剛剛所提到的 四個Peter裡面 能夠增加我們的品牌的意義 能夠增加品牌的辨識度的 很重要的中心 那所以 裡面都是人 而且是People in Action 都是在 Action 都是在做一個事情的人 那做這個事情 不管他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希望 我們的產品 我們的科技能夠幫助他 把這個事情做到更好 做到這個 能夠讓大家共性更多 成就更大 這個就是整個Storytelling 後面都是 希望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性在裡面 包括剛剛看到的那兩個影片 一開始是Oven 他是故事的主角 後面其實是 除了Oven之外 其他跟他類似的 在這個 使用上 可能有一些生長的 這些 青年朋友 小朋友 都是故事的主角 好 那另外就是 Simple Easy to understand 這個是比較新的 最新的一個 在品牌辨識度 或品牌的 設計上面的 最新的一個趨勢 前面就講了很多 跟品牌的價值 品牌的保護 跟商標的保護之後 跟中間整個的 策略性上面的品牌 要扮演什麼樣的重要的角色 那接下來 再花一點時間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Storytelling 那到底 這個品牌 在最近這幾年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特別是商學院 聽說美國有些商學院 已經在拿微軟的轉型 數位轉型 做一個case study 特別是從2003年 年中之後 年底 新的Satia 新的執行長 Satia上任之後 他就一直在push 數位轉型 所以 花一點時間跟大家介紹 這個故事 數位轉型的故事 那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前面 先看這個 其實看起來 不是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場所 可能跟大家 自己家裡面的 餐廳客廳都蠻類似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 那如果仔細看一下的話 在 現在 其實不只是美國 在台灣 其實不包括台灣 比較 已經開發的 特別是在 英特內的 這些connection 比較普及的 這些國家裡面 你都可以看到 你如果把 真的看到後面 在進行的這些事情的話 你會發現數位轉型 其實已經不再是一個口號 不再是很多人 講的 我們要做轉型 但是這已經是ING的事情了 現在正在發生中的事情 比如說現在大家坐在這個 這個教室裡面 大家在聽我 這個拉一拉叉 講這麼多事情 但是同時間 你自己的手機 很多同學也是開始用電腦 只要能夠連上WiFi 只要能夠連上Internet 其實後面都有很多活動 包含商業活動 包含學術活動 都在進行當中 包含在家裡面也是一樣 你的手機是最基本的 甚至你的電視 Smart TV的部分 那你家裡的任何的 這個Devices 只要是聯網的 它背後其實都有不同的資料 它後面有很多不同的意義 所以我們認為說現在 現階段已經發生了 而且在未來的三到五年 它的步伐會更快 它的改變會更大的 使它整個的轉型的速度 會越來越快 而且這個是一個Invisible 看不見的一個革命 看不見的一個改革 正在發生當中 它的資料 它看到你說使用的資料 從消費者的角度 你看不到你的資料 是傳到哪裡去的 都在雲端上面 雲深不知處 那從企業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未來所產生的 不同的新的Service 它的一個Innovation 它的創新的一個服務 它也都是用看不見的方式 以前當然看到不同的手機 從大到小 那不同的Devices 以後的Devices 它只是一個載具 它最重要的重點 不在於這個 所以之前大家一直在討論 Internet of Thin 很多人都還是 Focus在台灣的硬體製造 那個Internet of Thin 這個Thin 這個事情 這個東西 這個Devices 但實際上 從現在數位轉型的趨勢來看的話 重點不在於這個Thin 而是在於後面的 整個的Internet 它整個的Vis Model 那所以 從各種程度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數位轉型 已經Exactly 影響到我們每個人 每天的生活了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微軟是怎麼做數位轉型的 而且 至少從目前 從整個的事實 從股價 或是從Wall Street 或是從很多商事院的 討論來看的話 還被認為說是 蠻成功的一個 數位轉型的例子 那 講到數位轉型 講到故事 那個故事 都有一個起源 所以大家看一下 這一張 這兩張 其實現在很流行的 就是 1975年 大概對 對右邊這位 比較熟悉 就是Bill Gates 那左邊這位 其實是他的 Harvard同學 Paul Allen 那 也蠻不幸的 Paul Allen 去年 2018年 也是離開我們了 重點是 他們兩位 在1975年 是微軟成立了 1975年其實 大家現在講很多的 青創 那講 Silicon Valley的 很多的青創公司 其實1975年 微軟也是美國 算是蠻成功的 一個青創公司 當年 成立的時候只有公司 編號一號 跟二號這兩位 員工 當時的願景是 這是Bill Gates 他的手稿 現在還放在 我們公司的一個 博物館裡面 他的手稿就是 a personal computer in every home and in every desk and in every home 後面當然有一個 Running Microsoft software 可能覺得太明顯了 正式的訂稿裡面 並沒有最後這一句 但重點是 希望每個人的家中 跟桌上都有一台電腦 那這是 1975年 微軟成立的願景 成立的初衷 那大家現在看起來 好像沒什麼了不起 覺得 這個現在 每個人家裡 可能都不只一台電腦 你可能自己 甚至你自己可能都有 兩台電腦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 Heavy User的話 那大家想一下 1975年 在座的各位應該都還沒有出生 除了我跟謝老師之外 可能大家都還不知道 1975年的時代 那個時候的電腦 我們講到電腦 一台電腦 至少是今天我們這個 會議室的一半大 那是manfrid型的這個時代 但是重點是 當時 Bill Gates 他已經看到了這個 電腦 他會改變每個人的生活 改變全世界 那他也覺得說 這其實是一個 我們講 這個 IT的 democratization IT的民主化的 一個第一步 PC這個名詞 personal computer 其實是 從他成立 微軟的這個願景之後 才開始正式確立的 叫做personal computer 之前所有的 computer 都是一個manfrance型的 computer 那當時 1975年提出這個願景的時候 還被 那個 當時還是美國 蠻大的 前五百大的公司的 這個CEO 有嘲笑了一番 他就根本不需要 我們就只要 manfrance電腦 每個人家中跟桌上 不可能 afford得起 這麼昂貴的一個 設備 那當然這家公司 現在已經不在了 那重點就是 他看到了 這樣的一個科技 他覺得在1975年 那時候我們講 橫空出世 能夠改變 人類生活的 全人類生活的 科技 當時是電腦 那覺得電腦 應該讓更多人 都能夠很輕易地使用 希望 當時的願景 就是希望每個人家中 跟桌上 都有這樣的一個科技 能夠讓每個人 都能夠貢獻更多 成就更大 那時間過了很快 1975年到將近 200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這是微軟的第一次 第一次大轉型 從第一次的願景 當時的 主要的 改變人類生活的科技 是電腦 到了大概 1999年 2000年的時候 又有一個新的科技產生了 新的科技 開始改變人類生活 那要不要猜猜 那時候 我們講的 Disruptive的 顛覆性的 創新的科技 是什麼 有沒有要猜 我知道 1999年 各位應該還沒出生 出生了沒有 應該出生了 對應該出生了 實在上面有 有沒有 1999年 2000年 那個時候 欸 這位同學 Internet 沒錯 Internet 那個時代 從1975年到2000年 經過大概25年左右的時間 其實 在那個時代 包含台灣在內 其實大家如果是 還有印象的話 也覺得2000年 台灣稍微好一點的 經濟能力能夠 的話 其實家裡有一台電腦 已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了 那那個 而且這中間 又加上了 我們台灣 當時在整個電腦王國 在 90年代 其實我們整個台灣電腦王國 包含 OEN ODM的起飛 其實都跟剛才前面的 1975年這個議題 是息息相關的 他把 當時的 主機型電腦 做一個垂直整合的 這樣的一個 商業模式把它打破 變成水平式的 那這樣中間 像Microsoft 就是提供了一個OS 提供一個DOS 之後的Windows 那台灣的廠商 在這樣的一個 打破的 像那個水平式的 這個被打破之後 他就能夠在中間 找到他的利基點 他能夠 不管是主機板也好 不管是電腦也好 不管是電腦也好 他中間就能夠 有他的一棋之地 所以 在當時那個年代 進到2000年左右的時候 其實 電腦已經是一個 大家耳熟能想的 或是比較 先進的國家裡面 大家都已經 他那個月子已經成立了 所以 但是到了1999年 其實大概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在 Berkeley念書是 1994年 四到九五吧 那個時候 其實才 才剛開始 使用E-mail 大家現在 大家很難想像 在那個時候 其實 我們那時候去 在台灣那時候 台灣好像還沒有那麼流行 常常只有在 在 比較是屬於 理工的實驗室裡面 你有一些 網絡的 聯繫 你可以透過 類似現象 像這樣 IM的方式 我記得那時候還去 去清大找我一個高中的同學 他很 很炫的 跟我這個 炫耀一下 他們實驗室有的一個設備 就是他這個 電腦的主機 其實還蠻大的 而且是 黑白的 那是綠色的 其實那時候是綠色的 他說他只要在上面 敲一敲 他可以直接跟 美國某個實驗室的人 就是 Knock Knock 他可以跟他直接聊天 那當然上面都是 用鍵盤的方式 那時候還沒有太多的 Graphic的 User Interface 那 但是到了 1994、1995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在美國的 比較大的 學校 或是在政府組織裡面 其實開始 慢慢的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要申請一個E-mail 還蠻複雜的 還要填一大堆的表格 然後就可以拿到一個 E-mail.com 那現在大家都是 直接在線上就可以完成 那重點是當時 的E-mail 其實到了 2000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普及到 一般人 就是不限制於 我們講對岸說的 高大上的 這些大公司 或是大的 學校裡面 才能夠使用 所以當時他的 最重要的重點 他已經看到了 Internet對人類的 生活的改變了 所以1975年是電腦 到2000年是一個 Internet 所以他第一次的轉型 當時還沒有數位轉型 這個名詞 第一次轉型是希望說 任何時 任何機器 都能夠輕鬆的 連接到Internet 獲得你所需要的資訊 那時間過得很快 從2000年到現在又過了 又將近20年了 1975年到2000年 然後2000年到現在 新的數位轉型 這個是之後的 沒關係 先聽到這邊 好 新的數位轉型 其實重點就是在於說 整個的 新的科技 對人類產生的改變 所以 大家看到 1975年到2000年 他的願景其實實現了 然後從 從2000年到現在 剛剛所說的 Anytime anywhere Any device 都能夠輕鬆 接觸到Internet 大家現在也都覺得說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甚至 現在已經進步到 有學生認為說 能夠連接到Internet 連接到Wi-Fi是天賦人權 如果沒有辦法連接到Wi-Fi的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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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組織 這個學校就是萬惡不赦的 而且上課的時候 也絕對不能夠把我們的 Internet connection 切斷 沒有Internet 就不知道要怎麼生活 所以 在現在這個階段 Internet Any device Anywhere 其實也是一個 我們講Norm 一個已經實現的願景 所以講到這個 也不得不 佩服Beocase 其實它真的是有它的一定的願景 剛剛講到的 這個第一次的數位轉型 其實就是Internet 改變了 那第二次的 最重要的數位轉型 就是最近產生的 我們在大概是2014 2013年 2014年開始的 那這個是 Maxwell在過去 我們自從來轉型 或是之前的 給人的印象 或是品牌駕駛 是比較是這樣這樣子的 西裝 比挺的 然後比較嚴肅的 那跟企業比較有關的 那當時 的確我們就是一個軟體公司 當時還沒有直接轉型成功之前 我們的Business Model 就是剛剛所說的 其實跟一般的高科技公司 也蠻類似的 就是投注很多的 其實我們每年的 研發的投資 在全世界來看的話 都是數一數二的 這至少是全球營業額的 應該至少有 大概 將近五到六個Percent 所以每年大概都有 超過十個Billion 十個Billion的研發費用 投入研發費用之後 就會產生 那是三個主要的產品線 Office Windows 跟Windows Server 就是主要是 企業使用的 伺服器的產品 那我們也是軟體公司 所以最重要的 這個Business Model 我們的身材的方式 就是收授權費 License fee 那當然希望每個產品 每個這個 device上面都能夠 安裝我們的產品 就是Attach 所以 開發好的產品 然後每隔三年左右 它是一個Life Cycle 就會推出新的 下一代的軟體產品 那希望更多人能夠Attach Attach在他們的電腦 他們的Server上面 然後中間就能夠收到 更多的授權金 這是比較傳統的 高科技公司 或者是屬於IPR的 其實中間 也提升到很多IPR的保護 所以我們現在 也提升到很多 我們微軟的反盜版 希望能夠降低盜版的影響 對智慧財產品的保護 這個都是跟 這樣的Business Model 息息相關的 那經過這十年 從2003年到2013年 2014年吧 後來發現 這樣的一個Business Model 或這樣的一個形象 這樣的一個品牌形象 好像已經不太符合 現在一般的 這個 社會的發展 科技的發展 所以這是新的 出現轉型 新的一個想法 我們的未來 我們的轉型的方向 是像這樣子 看起來 開玩笑來講說 是一個Donuts 一個甜甜圈 一個圈圈 那重點就是 回到中間 以人為本 回到中間 以後 包含在座的各位在內 現在的生活 包含未來的 五到十年 其實應該都是一樣 所有的生活 都是數位化的 不管你的工作 或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的環境裡面 你的開業的生活裡面 所有的 一舉一動 People in action 你的action 都會跟Digital 完全被數位化 都是你Digital的 使用的經驗 那中間 所有的數位的 這些資料 所有數位的 這個運算 包含以後AI的 這個技術 都會在雲端上面 在上面的 Cloud 那當然 不可能 所有事情 都是隱身不捨處 一定會 到你的手上來 對你的action 對你的工作 對你的生活 才會有影響 所以後面 下面還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Device 一個裝飾的部分 跟每個人的 實際的活動 其實相關 那我們的願景 就是希望能夠 建立一個 這一個Strategy 我們是 變成一個平台 跟Predactivity 跟生產力的公司 那在現在 我們認為現在的世界 是一個Mobile First 跟Cloud First 雲端優先 跟行動至上的 這樣的一個 生活空間裡面 我們提供最好的 生產力的一個 工作的平台 那Mission 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最重要的重點 希望每個人 每個組織 都能夠貢獻更多 成就更大 聽起來有點 有點High 有點High Level 那我們看一下 一個Video Future的Vision 這是一個 也是一個雅裔的 一個海洋科學家 Kate Kate Brown 大家看到的是 她現在正在做 她的一個 這個 Fear的研究 但她在海裡面 她主要的 研究的領域是 海草 海草的生長 或者海洋生物的生長 她在裡面看到的 實體的 跟虛擬的 Virtual的 其實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這邊看到的是 直接的線上翻譯 以後她直接看 她眼睛裡面看到的 影像 直接可以傳到 以後的未來教室 這就是Kate 在未來教室裡面 那個老師就請她 直接把她的影像 傳送過來 那以後 比較先進的教室 可能都會有 3D的 3D的列印 那以後任何的device 它有不同的形狀 不同的方式 可能一個玻璃 就是一個device 那老師隨時可以 在教室裡面 把剛才Kate 傳過來的這個影像 把它截取下來 然後馬上就可以 直接傳送給 這一組的同學 讓這個同學來做 針對這樣的一個 應該是鴻魚 針對鴻魚 來做個study 那長期轉換到另外一個 她舔學完之後 她到一個比較relax 剛剛是Digital的work 現在是Digital的life 她的比較休閒的生活 她到一個茶館裡面 來選擇 她喜歡喝的茶 她可以看到 以後的device 不一定是硬棒棒的玻璃 她可能是軟直的 她在裡面 工作不忘娛樂 娛樂也不忘工作 她把剛才 她在海底裡面看到的 這些社區的資料 她把它直接 就透過 Electronic Ink 電子墨水 電子墨水的方式 她可以直接 跟在上面 把她現在正在做的 正在 工作人員的一個論文 也許是一個論文 她在那邊做 直接做驗證 直接在上面加上 把這個部分 她也可以直接跟她的 也許是她的指導教授 直接跟她討論 怎麼樣能夠 把這個海草的 生長的study 這樣的一個 研究論文 把它完成 她已經OK了 所以她直接 她看 馬上就publish 馬上就已經 發表出去了 那長期轉換到另外一個 比較 看起來比較高上大的 一個 可能是公司 或是一個 研究的一個lab 那這是一個 看起來也是公司的 Exactive 一個負責人 她要找一個 找她的公司的人才 那希望 reput到一個很好的 海洋生物學家 來加入她的 研究團隊 那這個時候 以後未來的辦公室裡面 任何的玻璃 都可能變成一個screen 那上面很快的 以後 找人才 就像現在的link-in一樣 她可以直接在上面 就會找到很多相關的資料 好像已經 進入到最後決選了 這兩位 Kate跟 這位看不太清楚的名字 另外一位 男士 她想從這兩位沒有選一個 她還發現 馬上看到這個可能是 三分鐘之前 Kate才剛剛發表的一個文章 她還覺得說 這個不錯 跟她的名義很像 這個背景大家仔細看一下 這個是應該大家都有去過 這是基隆夜市 這個影片是在 有些部分是在基隆取景的 以後的wearable device 她的行動裝置上面 馬上就收到了一個 剛才這個公司或是實驗室 給她一個offer 問她願不願意加入她的研究團隊 她馬上就 以後的網咖 她會變成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open workstation 這樣的一個方式 她只要 事先在網站上面做預約 她可以很 而且是用很secure的方式 很安全的方式 把她的 裝置上面的資料 放到這個工作袋上面 當然這家公司 要找她 我們講 良情折目而起 也要看看這家公司 或這個實驗室 跟她的 研究領域是不是符合 這樣很快 在上面也可以找到 這個公司 她的主持圖 她的研究的方向 來決定一下 評估一下 這家公司值不值得 她去投入 一起來加入 可以直接在上面 用手寫的方式做筆 大家看到她已經 同意了 她覺得這家公司 看起來也不錯 所以她同意加入 她的研究團隊 她長期又轉換到 這個 可能是執行長 他的家裡的環境 用了鏡子 以後都是一個 遠距的通話 也就是視訊的通話 她可以隨時知道 剛剛也許是她的先生 她的另一半 先生 膝蓋的問題 她可以關心一下 這個是基隆的海科館 海生館 海科館 可以看到她現在 Kate已經加入了這個 這個 project 她可以實際上 馬上就可以把她 她剛收集到這些資訊 跟原有的研究團隊 做一個分享 做一個討論 大家仔細看一下 這整個的過程裡面 剛才還在網咖裡面 工作站裡面 完全沒有用到 任何的滑鼠跟鍵盤 未來的 Nature的 User Interface 是很重要的一個 發展的方向 那當然 只要有 好的網路 隨時她也可以 跟這個執行長 執行長也許是在太平洋的另外一邊 可能在美國 可能在歐洲 隨時可以做視訊的通話 那這是另外一個 接下來 她下一個 要收集資料的 project 是另外一個 實體跟虛擬 我們叫 Mixed Reality MR 的一個 Demo 她在這個實體的桌子上 可以把它們把 虛擬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 叫出來 請了一個 我們基隆的漁民 出去在太平洋上面 把這些 sensor 把它丟下去 大家可以看到 在90天之後 她要收集的資料 就可以收集回來 她可以完成 她在這個 實驗室裡面 或是下一個 研究的目標 她已經收到了 同時她收到了 三個 project offer 所以這位 Miss K 梁小姐 在我們的基隆港 看著 遠遠的太平洋 缺著海風 然後非常高興地 考慮下一個 她的project要到哪裡去 覺得她的未來 生活是無限的美好的 這個 這個就是 剛剛講 empower every person organization achieve more 的一個 具體的例子 大家現在比較喜歡 用影像的方式 所以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 這個Miss Kate 你的生活 周遭未來 全部都是數位化的方式 都是由數位化的方式 來展現 而且整個的 數位化的科技 是圍繞你的周遭 這是一個 不可避免的 已經是 ongoing 講到以前的 連續劇的台詞 是回不去的 一個趨勢 所以怎麼樣能夠 讓所有的這些 雲端的科技 包括後面的 很多的AI的科技 幫助在座的各位 以後你未來找工作 能夠像Kate 一樣 一個工作接著一個工作 你在做 前一個工作的時候 已經有三個offer 在等你了 這就是我們希望 我們的願景 發生的品牌 形象 希望能夠帶給你的 一個連接性 簡單的一個 來看整個的 數位轉型的過程裡面 1975年 是希望每個人的 家中跟著上 都有台電腦 到了2014年 一個新的公司的願景 是希望每個人 跟每個組織都能夠 貢獻更多 成就更大 1975年是電腦 現在是雲端 跟移動的 device mobile device 但是它兩個其實 具體的 後面來看重點 重心其實是一致的 都是以人為本 是希望電腦 當時1975年電腦 能夠改變每個人的生活 現在雲端 跟整個行動的裝置 也是改變每個人的生活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科技 重點是用科技 變成一個平台 所以我們的 strategy 就是變成一個平台 跟 productivity 讓幫助在座的 各位的每一個人 都能夠完全的 實現你自己的夢想 所以都是人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 我們以後的 現在的 所有的品牌形象 所有的這個 相片裡面 都是人了 剛剛所講的整個 數位轉型的 願景 跟它的一個方向 大家也可以在這本書裡面 這本書也是去年 因為 數位轉型做得太成功了 所以它也寫了一本書 就是在2018年 也是剛出版的 在台灣跟天下 一起合作 也有中文版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 書店裡面應該都還買得到 在2018年 英文版那時候 在New York Times 還是一個 上校書之一 當然現在 已經過了 快一年了 它應該是 2018年 四月 還五月的時候 出版的 He Refresh 大家常用 那個 browser Refresh The Game Refresh 這個Button 希望說 現在微軟 第二次的大轉型 我們講微軟3.0 其實是一個 Refresh 之後 能夠再順應 整個科技的改變 可以幫助所有的人 這邊就很快跳一下 為什麼說 我們的數位轉型 目前算是一個 還蠻成功的例子 在轉型之前 在大概2013年左右 2012 2013年 大家看到的 新聞媒體的標題 都是認為說 微軟可能是一個 中年大輸了 可能已經是 沒有老狗 並不出新把戲了 雖然我們的 營收的表現 Revenue還是做得不錯 純粹從上市公司 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的基本的任務 是有達到的 Revenue還是有賺到的 但是股價的部分 從整個市值來看的話 一直低於這個大盤 或是低於跟科技股的 比較代表的 NASDAQ的指數 一直低於它 本益比從2004年 這個23倍到2013年 只有9倍的 加了本益比 但是 從2013年到2017年 這個是 光從2017年 就已經到28倍了 到2018年底 我們的市值更深了 所以現在應該至少有 可能要有 將近30倍的 加了一個市值 所以它上任的四年之內 只改變這麼多 這四年中間 整個股價 從之前的一直在 30、40塊 一直到現在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 股價都是在100塊以上 最高的時候到116 那我又回到了 在整個的媒體的 Headline 標題來看的話 又回到了整個 認為是比較新的一個公司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整個數位轉型很重要的重點 跟品牌形象也 極其相關的 那特別在它上任的時候 這是蠻難得的一張照片 微軟 從1975年 創立到現在的 三任執行長 第一任的 創立的Bill Case 那第二任的 Steve Balmer 第三任的 Satia 那他上任 執行長的時候 整個公司的 我們叫Hole Company 的Meeting Townhold的Meeting裡面 他就特別提到這句話 那也給公司的 員工的公開性裡面 也特別提到的 我們的行業不尊重傳統 只尊重創新 意思就是說 不要 大家不要為了 過去的 我們的Windows Office 它的視線率非常高 就覺得說 這個是很好的 變成一個victim 不要為了我們過去的成功 而沉迷於過去的一個方式 這個產業 特別是科技產業 絕對是不尊重傳統 不管你過去傳統 做得多好 只要你沒有繼續創新 你都會被實在淘汰掉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整個公司的市值 從2001年到2016年的一個比較 這個其實大家剛才已經有介紹過了 雖然一直維持在前五名 但到2011年的時候 看起來是比較落後一點的 所以還好 後來經過這樣的一個數位轉型之後 現在已經市值已經到前三名 甚至一直在前第一名 最近過去幾個月在第一名跟第二名之中了 那很重要的幾個數位轉型的重點 這個公司管理的層面 或是從品牌的經營的角度來看的話 很重要的重點是 我們需要深度的理解他人 我們要養更深的同理心 理解客戶 那不再是 以前 前十年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未來有一邊很厲害的 很聰明的 很厲害的 工程師 他們開發了很酷 很炫的產品 那他們都覺得說 我這麼炫的產品 大家都應該都要來使用 那你如果不用的話 是你的損失 那我也不用跟你解釋太多 反正你就 就來享受我們的新的科技就好 那現在應該是要更 同理心的 來了解 顧客 特別是像 一開始那個 影片裡面有各種不同的人的需求 人的需求 我們都應該去 用同理心的方式 來加以滿足 好幾個 很快 一個人的地 一個人的地 放在櫻子上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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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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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哪些 你 用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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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技术的技巧是一切 他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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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的技巧是一切 他在一起 我都听不到的妈妈 跟我们客家听到小孩叫他 听到小孩的声音 听到小孩的声音 这位Mr.Steve Clanson 他是美国职业足球的 他之前是一个明星球员 他后来得了见动症 所以他看到后面的声音 他不是透过他自己本身的声音 他是透过眼球 他现在只剩下眼球可以运动 可以做动作 透过我们的也是从S Plus上面的 一个科技 让他能够看着螢幕 就能够拼出他所想要的字 所以看到后面的配音 其实是他本人自己讲的 那这个影片里面 当然也看到有一个老人家 他已经九十几岁了 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画家 他这样视力不好 他本来也觉得他一定要放弃 放弃画画 但是也没透过我们科技 让他能够继续画画 那里面还有一个 从出生就失去双腿的一个小男孩 所以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其实是 三年前 三年前也是Super Bowl的 Super Bowl的一个 一个 同样的一个 类似的Message 那重点就是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科技 刚回到我们的 整个数位转型的重点 透过科技 我们希望我们的品牌 就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是透过科技 能够帮助每个人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 身体的状况 都能够让你 希望能够达到你 希望做到的 贡献更多 成就更大 那中间内部的 当培养信任跟信用 是公司内部 可能必须要 牺牲一小部分 可能做内部的 组织转型 这个大家可能 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在公司里面 你要做任何的组织改造 其实内部的主力 有时候是更大的 那一个最大的例子 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之前 听到Message 想到就是Windows Windows一直是 Message里面最 应该讲的 事例最庞大的一个 BG或BU 那中间当然也因为Windows 它的成功 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组织 其实在公司内部的 影响力非常大 那很多的改革 变革也许也是因为 这样的关系 所以它最近 它数位转型里面 内部的组织改革里面 最大的一个 让大家很惊讶的重点 它在去年吧 前年 本来Windows 这样的一个group 它的组织非常庞大 整个Windows group 把它裁设掉了 所以以后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单独的 一个Windows group 它是放在 Personal Computer的experience里面 那这个就是属于一个 必须先引小火 才能够逃出大火 那这个就是刚刚所讲的 我们的Windows 跟STP 其实是server的 Windows跟server伺服器 过去那么成功 市占率这么好 为公司的revenue 注意这么大 那现在 为什么要去管云端 为什么要管 这个云端的鬼东西 来搞去 也来讲去 更专注在我们原有的 这样那个business model不就好吗 但是它某程度上来看 其实也是 变成自己的一个 victine of success 所以一开始的 它上任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宣布 也是让Wallstreet 很多分析师跌破眼镜的 它就开始宣布 Office 之前的Office 完全都只能在Windows上面 那它上任没多久 马上就宣布 Office 可以在iPhone上面 在LOS 那现在在所有的 在Linux上面 其实全部都可以 那其实这样的产品 早就做好了 但是公司内部就是因为 Windows Team的反对 他们认为说 所有最好的产品 最好的一个科技 应该都只能在Windows上面好 这样才能够帮助 Windows 然后刚才看到 那个business model 它的attach 能够更大 但是 在现在的社会 应该不是 现在的一个商业环境里面 应该是更开放的心态 让所有的 只要是我们客户 喜欢用的一个 作业环境 它都能够享受到 我们最好的 新的 云端的Office 那 这是刚刚跟大家提过的 以后的 数据转型的重点 以后每个企业 都会变成软体公司 不管你是不是 里面到底有没有 任何的软体工程师 或是软体的 这个产品 以后任何的企业里面 最重要的 你的生存的依据 都在你的data 你怎么样 运用你的data 你这个data之后 你怎么样 把它转换成对你的 公司竞争有利的 产品或服务 所以一切的数据转型 包含Microsoft在内 都是从这边开始想的 那所以刚刚讲到 现在给大家 很快的跟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就好 这个个人化的运算 就是新的 数据转型之后 新的三个主要的peter 三个重点 那四个主要的目标 跟客户 激励员工 营业优化 跟产品转型 这个就是 数据转型上面 希望能够做到的 重点 那这个当然 跟整个品牌的 其他一些有关系 整个数据转型 现在更新的就是 把AI 在里面 所有的 包括面对的客户 包含自己内部的员工 包含自己内部的 企业 包含自己的产品 包含你的产品 跟服务 他的背后 其实都会用AI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蛮有趣的 很久以前的Bill Gates 跟现在的数位展现 自己的技术 使用车子和制作的 地域的 我们有学生的 香港的地方 所在组合的 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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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他人 能建立的 地区 得来的 事件 帮助 我们的出现 不关键 我们的利益 不关键 我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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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和我们的利益 和我们的利益 不是我们的想法 但是我们的生意 所以我们能够达到达计变化 我们预测了这个很久以前 现在是未来 这个就是数位转型刚刚的一个很快的 特别少这个影片跟大家这个summarize 那里面有两个重点 除了刚刚讲的empower这四个大的peter之外 很重要的重点有两个 希望大家中间能够有发现到的 一个是我们的success 他特别提到的 我们的成功不在于我们自己的成功 这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是平台公司的意思 我们的成功在于说我们的合作伙伴 跟我们的顾客都能够成功 那另外一个重点是 我们的success transformation不是我们自己做 不是我们microsoft做了数位转型就好了 我们做的数位转型的目的 就是要达到第一个的目的 要帮助我们的客户跟合作伙伴 也能够数位转型 把我们的数位转型带给 所有的合作伙伴跟用户 跟企业用户 让他们都能够一起 走上这个数位转型的成功的路途 那这是最后这边让大家看一下 刚刚这是之前 之前我们讲 我们是在行动优先跟云专事上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这样我们周遭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观 那最新的 特别趁这个机会 这也是在2018年刚宣布的 我们认为新的世界观 有一点改变了 那有什么改变 一样以人为本 在座的各位包含在里面 都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人 人会有各种不同的活动 包含大家在今天 现在在听我讲话 那或者是你现在在 实在在IM跟你的其他的同学 IM说中午要吃什么 那这个都是你的活动 你的活动本身一定要有device 你不可能是靠那个心电感应 可以说 我现在跟我的女朋友心电感应一下 我们待会要约在哪里 你一定还是要靠你的手机 靠你的电脑跟很多device 那这些结合在一起 就会在我们的周遭生活里面 变成你的生活 每个人的 刚回到刚才那个重点 你的digital work跟digital life里面 无可避免的一定都会跟这些活动 跟这些装置 那这些装置本身一定会 以后一定会有intelligent 它一定会基本上的有一些 这个AI 或是有一些基本的人工智慧 要imbed在里面 所以除了我们讲智慧的云 所有的东西要放到云端之外 那我们讲edge edge就是端 就是云跟端 两个是做一个密切的结合的 那之前我看有一个科技的文章 把它翻成雾运算 云运算 云端运算 云端是比较高的 在云深不知处 很多的东西放在云端上面 但是在你的周遭就像雾一样 你可能没有办法实际的感觉到 就像刚刚说的invisible的 但是你的周遭生活里面 你以后你的眼镜 你的衣服 你的鞋子 是你使用的笔 实际使用笔 可能上面都有sensor 上面都会有一些intelligent在里面 那随时自己也可以做处理 特别像自驾车这个东西 你要可能在千分之一秒 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intelligent 不可能直接传到云端上面 再回来再做一个决定 所以可能在你的周遭 就会有这样的带有智慧性的装置 那所以会有各种的设备跟感测 那中间不可或缺的 属于中心枢纽的 就是人工智慧 它一定会有AI embedded在里面 那最后 所以企业 以后可能都不会有自己的server 好 那接下来就很快的 因为时间关系 刚刚讲的是整个global的 Microsoft的企业形象 和我们的企业数位转型 那我们在近年来 我们在台湾 这个部分就是跟我自己的 我们讲刚刚行销的4P里面 还有后来的再加那个8P里面 的politics跟public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所以这是Microsoft正好今年 我们是在1989年的成立了 所以现在到今年是30年 刚满30年了 那我们这几年有很多不同的Milestone 那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在 最近这几年也延续到刚才所说的 整个的数位转型 所以我们在台湾有成立一个IoT的 物理网的研发中心 这是2016年 那也很高兴了 在2018年这样的一个研发中心 IoT的研发中心 也被德国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杂志 评选为全球最 十大最佳的IoT的物理网中心 那在延续IoT的一个很好的成果 我们在去年 去年的1月份 也是个个人也投资蛮多的时间跟精力 也促成 总部也决定在台湾 成立一个AI的研发中心 2018年1月份announce 那从7月份开始正式的营运 那这两个 AI研发中心跟刚刚的IoT的研发中心 其实都是直接report到总部的 直接到美国的总部的研发的中心 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投资 那这个另外就是在新创企业的部分 在Venture Capital的部分 Startup的部分 那产业生态系 我们也有各种不同的每年 从2016、2018 一直都会有一些特别针对developer 在座如果是理工科技的同学 就会知道 其实developer跟我刚刚讲说 我们是一个平台 希望让整个产业 不是只有Microsoft成功 就是刚刚的那个数位转型的video里面强调的 我们的success是dependent on 所有的产业的success 那AI的应用 就是在去年 在2017年到2018年很多的 AI的产品 那除了产业的应用之外 人才的培育 包括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希望未来每个人都能够基本的对AI 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所以AI的人才培育 那另外软体的人才培育 那在座如果理工科的话 应该也有听过我们的每年的Imagine Cup 我们的这个潜能创意杯 也是每年除了台湾之外 也是希望能够带大家到 带我们台湾的团队到国外去出国比赛的 那另外还有像这个Computer Science 电脑科学教育的部分 这也是我们从2014年 我们是第一家公司 比较有系统性的投资 希望能够让电脑科学教育 再强调一次 它的重点不是希望每个人 我知道在座很多 其实都不是理工科系的 不是希望每个人都变成电脑工程师 不是希望你去写程式 而是希望各位就算像我一样 本身是legal的背光的话 也能够了解整个电脑程式 它运作的逻辑 那未来的世界里面 在数据转型的世界里面 未来你如果不了解 整个电脑程式的运作的话 你就很难跟公司内其他的 不管是商业模式 或是跟其他的同事做沟通 所以从2014年 我们就开始做电脑科学教育 那从一直到2015年 那时候是slogan也蛮有趣的 我们写程式就台湾了 2014年是百万城市通 那2016年实施紧扣 改写未来也很高兴 我们在2016年的 我们其实每年的12月 12月的第一个礼拜 都是我们的电脑科学教育周 我们也跟很多的合作伙伴一起 希望宣导电脑科学教育的重要性 那很高兴2016年也请到 小英总统来上台 他是亚洲第一个国家的元首 来亲手写了他的第一行的 Line of Code 第一行的电脑程式 那2017年我们就更跟这个启民学校一起合作 那希望让电脑除了明眼人之外 那另外视障的各位同学也能够享受到这个电脑带来的好处 那2018年在我们刚结束的 2018年年底的 我们是培育未来主人公 大家一起来助攻的意思 我们现在发现的是 其实师资很难找 我们的教材跟很多的这个工具 其实都是ready的 都是inavailable 但是要找到好的老师 特别到偏乡去 其实是比较是有挑战性的 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这个老师 能够一起来加入我们 那这边提到很多的 都是我们这几年 刚才看到我们的 刚刚如果要有印象的话 有一个在上位的 Strategy的部分的Philentrophy 我们的公益活动 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块 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去看 因为今天基于时间的关系 我可能就不讲太多 那重点是说 再跟大家做一个推广告 我们的未来生涯体验计划 这也是蛮重要的 这个每年 是一年起的一个实习计划 跟学校的学年其实连接在一起 每年7月1号开始 到隔年的6月30号 大概一整年 那我们是 我们要有三部政策 不限学校 不限科技 不看成绩单 那只要你能够展现到你的热情 就像刚刚谢老师刚刚讲的 大家如果有这个热情 来加选这个课程的话 也欢迎大家把同样的热情 你也可以来 我们从3月份开始也会做校长 台大也会排一场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 在网路上面搜寻一下 注意一下相关的 台大这场好像是我们的 Country经验好像亲自会来的样子 大家也可以关心一下 那我们从3月份开始 4月份招生 然后5月份会一连串的interview 这个interview本身 对各位来说 如果你没有求职过的经验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经验 好 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在整个的这个financial fee 它再加上其他的跟产业界的 生态链的合作 那这些也让我们 也很高兴地帮助我们得到的政府方面的 经济部方面的一个认可 那这些其实都是 刚刚所讲的 整个的在上位概念的 整个品牌价值的一部分 那这些就是一般的行销 比较可能有时候不是那么注重的 但是从微软角度来看的话 真正的产品行销跟品牌的价值 其实除了产品 比较商业上的产品跟服务之外 刚刚所提到的很多 跟产业界的合作 跟整个的社会公益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重点之一 好 最后 算下大概5分钟的时间了 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bible 因为这个其实内容也 你要讲深的话 其实可能好几个小时 也可以讲不完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详细 但其实今天大概就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提醒一下它的重点 就是我们讲到品牌价值 回到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 它对企业的重要性 那怎么样来保护品牌价值 其实整个商标的 在这一堂课 接下来大家都会听到很多 特别针对商标权的保护 商标权的 商标的设计 商标的申请 这些都会更进一步的跟大家做介绍 可以有很好的老师跟大家做介绍 那我这边只能让大家看一下 站在企业的角度 企业本身 我们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商标 那这个是一个One Microsoft Brand Strategy 那这个图也是我最近看到了 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当然不是Microsoft的商标 但是某程度也代表说 现在的商标的设计 或是品牌的设计 其实也有一种不同的转换的方式 在传统的方式是 Brand Centric 就是以品牌为中心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其实是蛮传统的 就是应该大家去美国 如果去外国的话 应该知道是蛮有名的 蛮大的一个番茄酱的 或是酱料的一个品牌 那传统上面 它一定是放在这个瓶子的上面 你放在货架上面的话 可能就是让大家从货架上面 一眼就能看到这个品牌 或是它的一个logo 那但是现在新的 它是导过来的 那为什么导过来 因为它是Customer Centric 因为大家使用番茄酱都知道 到最后你怎么要把它倒出来 其实是蛮痛苦的 有时候都会黏在下面 所以慢慢的 这几个它连整个的包装 跟它的商标都做一个 应该叫180度的一个转换 它把它整个翻过来 它现在它的 它底下是比较 瓶子是比较宽的 它是倒过来放的 那也让使用者 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比较方便 那最后的话你会比较方便 把它挤出来 把它倒出来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它把它的商标 整个的logo也全部翻过来 所以不是像以前的传统的 它的一定是放在最上面 它的比较传统的观念就是说 上面一定要放在最显眼最上面 但现在最显眼的地方 其实反而是 它的倒过来的这个商标的底层 所以这是现在新的 这个商标的设计的改变 那这个也是满有趣的 前几个礼拜有看到的一个文章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它为什么现在的商标 它的 我觉得它的标题好像说 那个 why the modern trademark why the modern brand name looks more and more similar 来看到这几个比较新创的 这个也是属于比较高科技的公司 它们的商标 原来它们的logo是都有不同的字形 但现在全部都是用这样子 类似这样的字形 包含微软在内 大家可以之后看一下 我们的字体 现在也是类似像这样的字体 那有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大家的这个创意越来越缺乏 那都看起来都蛮类似的 但是不一样 它其实有它背后的意义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个文章 它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商业上的一个目的 现在其实就是刚刚所讲的simplicity 希望能够化繁为简 那个越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看到商标 然后一眼就能够产生连结性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现在大家很多同学现在也在看你的手机 手机上面的萤幕是比较小的 如果是用比较复杂的logo来看的话 其实很难做一个辨识性 所以回归下面这几张 很快的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一样 我们的商标的使用的bible 开中名义 这个我下面抓的这几个 其实都是它的算是每一张的 每一个chapter的开始 就让大家看一下 最主要的意义当然回归到刚刚所讲的 我们的所有的品牌价值 所有的商标的保护的重点就是 要回归到我们的mission 让每个人每个组织能够共性更多 成就更大 让我们的brand 我们的brand的一个promise 我们品牌的一个这个希望 deliver的重点是我们把我们的mission 带到生活里面 让每个人都能够透过科技 大家看这两个人 看起来很幸福生活 他手上不要忘了 他还是会有个科技 透过科技 透过我们的产品 让他的生活过得更美好 而且是people in action 都是所有的照片 你们都看到都是有人 而且人是在做一个动作 做一个行动的 而且是不同的挑战 不同的一个环境之下 那这里刚才提到了 storytelling 所有的品牌价值 它背后的重点其实在于 怎么样讲一个可以跟你的品牌 产生连结性的一个故事 那这个video大家可以在网路上面 在YouTube上其实也可以找到 我就今天时间关系就跳过去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人 他怎么样透过AI 然后加上人的human的ingenuity 能够让生活过得更好 那当然后面就是expression的部分 我们都是要有personality 要有人people centric在里面 那brand one voice 就是一个一个voice 一个就是为什么商标的管理 非常重要 它的放的方式 它的字形字体 那还有我们是这个care 什么在里面表达一个温暖 然后关心的一个方式 那这边就提到比较上细的 不管是它的logo的方式 它的grid 它的格 放在哪个格线 放在哪个位置里面 它用什么样的颜色 它的字体 包含照片 包含它的illustration 包含一些动画的形式 包含声音 包含它有时候是用动的 动的形式来展现 这些都有一定的一个规范了 都有一定的详细的规范 这边就是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logo 这是最简单的 这四个颜色 其实它是代表我们四个 四大的产品线 大家回去游戏去可以去查一查 这哪个颜色代表哪一个产品线 然后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Microsoft logo 也是希望简单一点 然后就用这四个颜色来代表 然后它放在哪个位置 其实也都有一定的规范了 一定的一个不管是A4的纸 或是reader的纸张 放在哪个位置 然后它的字形 现在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字形 不管是从比较细的到比较粗的 颜色 颜色也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很清楚的色卡 都不能够超出这个色卡之外 你自己调配一个你觉得很酷的颜色 这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颜色都要有一定的一致性 那我们的照片 刚刚说讲的一定会有人 然后这个人一定是在做某一件事情 这是in action 那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照片的library 也是慢慢的越来越多 也都是从各个国家 各个不同的market 那这是硬体的部分 硬体的部分也都是会 刚刚所看到的颜色跟它的隔线 其实都有一定的规范了 新的产品的部分 那这个是硬体的 我也跳过好了 那最后就是illustration的部分 它的整个的我们讲的这个设计的 图像的展示的方式 其实也都有一定的规范了 那声音的部分也是一样 那这个motion的部分也是一样 好 最后这个最后一个video 就是作为今天的总结 就是我们的品牌形象 跟我们希望deliver the message 其实在这个video里面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个summary 这一样的问题 那是影响的 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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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开始了 和一种想法 和一种想法 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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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想法 也有什么 我们的想法 这就是要祝福的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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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 是确实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 每个人 每个人 和每个人 都做了 我建了 我建立了 我的工程 我建立了 我的工程 我建立了 去做动作 的 用梁 轮回来 我们可以学习 黑人 不操控 输了 你的气候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他们 他们 它们 是生意的 的 It is about looking for whatever I can do to help compute a cure for cancer.That's what I'd like to do. And asking the question, what can we do together? There is no limit to how far we can go. If you dream big enough,and maybe you'll dream,you can make it happen. What can we do together? What can we do together? What can we do together with our customer who can perform better? So Sazha actually used to be called a very famous quote. If you just want to yourself become酷, 你可能需要加入其他科技公司, 但是如果你希望說讓大家一起變得更酷的話, 歡迎你加入微軟。 那就是這個作為整個品牌價值 跟大家一起共享的一個結語 謝謝 謝謝 師總經理 這個是高什麼 一出什麼 這個是非凡 其實今天雖然說 我們是所謂的品牌的經營 但是品牌都脫離不了事業的經驗 你事業經營得好 品牌價值是的話就會往上流 但是你如果事業經營不用心 那說實在於品牌的價值是掉的很快 因此在這裡 我們很高興師總經理跟我們分享了 這個微軟在整個企業的經營上 正因為很用心 所以說也知道要如何去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那如何去進行轉型 來令整個社會的變形 我們也看到一個過去就是微軟 曾經有一段時間就是往下掉 但是現在又在上來 那這上來 絕對不是說我只是把那個mark 把它擦亮它就會上來 你整個事業必須要一起能夠上來 才能夠讓品牌上來 那我想這個 我們非常感謝 施總經理 那這個也希望以後能夠再有機會 這個 再聽這個 特別是他今天 其實他跟我講說 這一塊呢 他並不是他的專長 他今天是勉勵而為 他勉勵而為就已經是如此了 他這段專長是在AI 人工智慧 所以只希望未來我們還有機會 邀請到他 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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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